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梦渡期 我是阿牙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开箱单元 那今天呢 我是穿着太极的新衣服 要帮各位开箱太极的春夏季新副品 那么这一集呢主要是for女骑士 所以呢 如果各位女骑士 你刚好近期想要寻觅一些新的副品 或是呢 男生想要送给女朋友的话 都可以参考看看哦 那在这支影片里面呢 我会开箱一件防刷外套 还有两双防刷手套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手套开始吧 那我们就先从手套开始看齐吧 我左手边的型号呢是RST455 右手边呢是RST460 那这两双手套呢 都有出女生的尺寸 所以呢 像我的size是使用太极的WM 就是woman M号的意思 然后这两双手套呢 也都有支援手机萤幕触控的功能哦 那我们就先从RST460开始介绍吧 这双手套呢 它在官网上的颜色型号是Delta Black 所以可以看到它手套上面有很多这个几何的图形去组成的 当然手套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单调 那这双手套呢 它的定位是在春夏季使用的 所以可以看到在手套的地方 比如说手指啊 还有这个手腕这边 甚至大拇指这里 都有使用到透气的网眼布料 所以你在穿戴的时候 骑士过神就不会那么门热 那接下来带大家看细节哦 首先呢 在食指跟中指的地方 它是有设计反光条 所以呢 当你今天 我带上去给各位看 你在骑身的过程中 你在握着你的握把 如果有车灯 或是灯源这样照射过来的话 其实这两条反光条呢 就会非常明显 然后 把手指翻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 食指跟中指的地方 它是有设计指滑的橡胶条 可以增加你在有拉拉感时的摩擦力哦 那接着我们往下看在手掌心的地方呢 这里的布料是有加厚的 在靠近手腕的地方 也有一个软式的护垫 然后我有特别留意到啊 在大拇指的地方有一个开机的按钮 那其实你只要用手指轻轻按下 把这个按钮打开 你的手套就会产生灯光效果 来我们实验一次给大家看 不要下掰好吗 不要来看一下 这是我来讲的 其实这个按键呢 这只要是要告诉你说 它有支援手机触控的功能 来我们实验一下哦 其实只要透过大拇指边缘轻轻的移动 就有办法跟手机做触控 那我觉得它这个触控点设计的很不错 你不需要整个指腹贴上去才有办法移动 轻轻的靠着指尖就有办法滑动萤幕 我觉得算是蛮贴心的地方 好那接着再往下看 看到在拉条的地方呢 这里适合设计一个加厚的这个橡胶软垫 所以呢你今天就算两只手都戴着手套 还是有办法快速的穿脱手套 等于说是一个比较便利的设计 那最后呢我们再翻回来 看到手掌的这个颧骨硬式的护块 我个人是觉得啦 这个护块的设计是比其他款式 使用卡帽护块的来的坚一点点 那我在想有可能就是因为它不是使用卡帽的护块 而是其他材质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有加厚 以此来达到这个缓冲防撞的效果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双 这双呢是RST455 那这双呢我个人觉得穿戴起来 会比RST460来的稍微闷热一点点 因为呢它的网状透气肤是只有在手指的地方 那在手腕的地方这里都是使用加厚的布料 所以相较之下就会稍微闷热一点啦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细节啰 这双的颜色呢在官网上面呢型号是Tricolor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手套的分布就有像是蓝色啊 白色或桃红色的这个色块组成 那在手指的地方还有在手背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所以呢我觉得这双手套的配色看起来是比较亮眼的 然后我个人也觉得这双手套就是RST455 它的保护性呢是比RST460来的全面一些些 因为呢带上去给各位看一下哦 它在手腕的侧边这里 还有在大拇指以及颧骨连接手指的地方 都有设计软式的护具 那硬式的护块则是分布在颧骨以及手掌的下方 同时也可以看到在手掌心的位置以及手套侧边呢 这都是有加厚的布料 所以我才会说它的保护性是更面面俱到的 那同步来看到在手指的地方啊 这里它其实适合设计压纹的哦 所以呢你的手套看起来就不会欧鹿鹿脊皮 没有什么特色 多了这个压纹呢反而看起来就是比较有重点的 虽然它戴起来会比较热 但是呢我觉得就看你自己的使用需求啦 如果你是在意安全性多一点点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RST-455 如果你今天是讲求轻片通风 但是要具有一定基础的这个保护效果 那你就可以选择RST-460 就分享给荧幕前的各位朋友参考 那这边帮各位补充一下 就是我在研究手套的时候啊 有发现到说 这个拳骨上面的字样 应该是我看不太懂啊 它到底是什么花纹什么logo之类的吗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要脱下来看 你正看的时候会看不出个所以然 但是当你反看的时候 会发现到说 哦原来就是太极的logo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如果今天你戴着这双手套骑车 然后如果你的朋友呢 就从你的对象走过来 离你比较近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个 你戴的是太极的手套 所以应该也算是 太极帮自己的品牌打勤修的一种方法吧 好分享给各位 那接下来就要接着开箱 我们这次春夏季的防摔外套 最后压轴登场的就是这一件 i stay 333 air check 脸帽防摔外套 那这一件呢 它在官网上的型号 这个颜色是 cross black 那这个cross black 它其实是有分哦 分为男款跟女款 只是女款的话 它看起来就是会有这个修身的效果 男款看起来会比较宽松一点点 那其实这一件一穿上身呢 非常明显就跟秋冬款完全不一样 这秋冬款会比较厚重 那各位透过荧幕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一件呢 它是比较服贴的 而且是比较轻薄的 然后官方有强调 这一件外套它有使用到 这边衣服的吊牌都有跟你说 它使用到的是T-Dry的技术 所以有这个排汗素杆的效果 当你今天穿着这件外套 在骑车的过程中 会感觉到很清爽自在 甚至是很通风的效果哦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衣服上的细节哦 那这一件呢 它的颜色主要是以木绿色为基底色 然后上面的图屯 最主要是用太极的logo去组成的 那其他比较有空隙的空间呢 它就是塞了一些几何图形 所以其实衣服上的元素没有很复杂 就是太极的logo 还有一些简单的图形评凑而成的 然后刚刚有提到说 因为这件外套 它是有分男款跟女款的 女款呢 很明显的在我们这边 衣服靠近拧结的地方 它是有一个粉色的装饰 以及我们的logo也会有一个粉色的效果 还有我们的右手边都是粉色的 那这个是男款上面看不到的 算是跟男款去做一个区隔啦 接下来再大家看一下机能的部分哦 首先先来看口袋 在左右前方呢 各自有一个口袋 然后它这个外套呢 拉链这边是有做一个反缝的设计 这样子你的水就比较不会坡溅到里面 然后很特别的地方在 在外套的后边 这里 这有没有看到 还有一个小拉链 那这个拉链呢 主要是让你用来放置手机啊 或是钱包比较贵重的东西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在骑车的过程中 你担心手机放前面的口袋 如果你在夹油箱 或是做一些比较大的动作时 有可能会顶到你的 像是手机或是钱包之类的 导致掉落 因为我有经历过骑车的时候 拉链没有拉好 只有拉一半 结果东西就从前面的口袋掉出去了 害我损失一只手机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放后面的话 就可以尽量避免这个状况发生啦 进行我们来看防摔护具的分布哦 首先呢 在我们的肩膀 还有这个手肘的地方 都有一个通过欧盟Level 1的软式护具 另外呢 在后背 这个地方它是有设计像是泡棉的缓充电 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的话 在胸口这边 有一个无段调整的魔鬼毡 你可以去添购护甲之后 固定在这边 依照你自己的身形 固定完之后把拉链拉起来 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全面的防护效果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穿在身上的感觉哦 那首先我感觉到的是 因为在袖口这个地方 还有在我这个腰间的布料 它都是使用有伸缩弹性的材质 所以今天我要做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像是比如说压车啦 或是做一些抓痒 都是可以很轻松的 不会说因为动作大就被局限住了 再来如各位所见 因为女版它是有修身的效果 所以呢我相信你们现在看起来 我应该是没有很胖吧 对吗 好那接着呢 我有感觉到说它的护具是软式的 所以呢我今天动作就算做的大一点点 也不会有僵硬卡卡的感觉 如各位所见 如果今天你是想要出去骑车 或是说你想要走一个比较休闲的路线 我觉得它也可以拿来当外出服装穿 因为呢它是比较贴身的 所以如果就算今天天气稍微凉爽一点 你外面想要再搭一件大外套 或是简单一点就穿着这件外套 在路上走都很OK 都不会很突兀的感觉 所以呢今天无论你是想要骑车 或是当休闲的服装做穿搭 我觉得RSJ333都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啦 好了以上是今天帮各位开箱 女骑士专用的防摔外套以及两双防摔手套的影片 想要的影片会按赞订阅分享 并打开小铃铛 我是阿雅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